为了兼具防训以及防疫的应变工作 吉安乡公所16号上午 特别牺手第九河川局展开111年度 海岸河川高斯基石兵防训演练 并首度采取多方即时视讯通讯机制 逼真模拟实际灾情发生的应变状况 我在这住几岁也为什么要离开呢 我东西比较不见啊 不要不要不要 吉安乡公所挑战提升灾害防救层级 16号上午特别牺手第九河川局 展开111年度海岸河川高斯基石兵防训演练 并由乡长游书正担任指挥官 坐镇吉安乡灾害应变中心 首度采取多方即时视讯通联机制 针对天灾发生时 所可能面临的14种状况依据进行操演 而在这次九河局应变小组 也透过智慧河川平台即时监测水情 并发挥横向联系即可通报公所 一例后续防训器材预布及速上撤离等预防性工作 去年吉安乡得到全线防训的第一名 今年我们希望能够突破更高 而且更实际的防训演练来守护乡亲的安全 以及遇到天然灾害的时候的应变能力 谢谢九河局这次给我们这个机会 来举办中央地方社区的防训演习 疫情期间透过我们现在的高科技来作为结合性的 防训很重要的一个操演 除了有现场的演练跟灾害临时应变的这样的一个抢修 跟所有的功法来作为一个完整以外 我们透过了在灾难期间及时应变的指挥所 还有我们九河局的指挥所 以及我们收容中心 还有各个地方透过了我们最重要的科技资讯 来结合这样的一个防训演练 我想这也是有史以来的一个创新 更是在疫情期间受到任何灾害应变 必须要紧急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技能跟抢救的功能 而九河局长谢明昌也在操演结束后表示 讯期已经来临 透过充分的纵向及横向联系 整合各单位的共同努力 相信未来面对台风或豪雨状况时 不仅能达到零伤亡少灾损的目标 也更能接续将防训工作做得更好 记者徐立琴 吉安相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